中美冒戰決戰一二一五 再過四天 我們要看什麼呢 多達1800億 包含3C家電 15%關稅 川普到底磕不磕的下去 我們先來看看 其實中美兩強 這兩邊頭髮都沒了修 先來看看美國 川普他說 目前整個談判的進展 一切良好 而美國農業部長帕杜他也說 他不認為 總統希望實施這些新關稅 聽完這兩個人講 你會覺得 這15%可能可以 輕輕放下不課囉 錯 為什麼 我們來看到 美國商務部長羅斯 他就說 取得好協議更重要 換句話說 磕或不課這15% 當然要跟 第一階段的 中美冒戰的協議 要綁在一起的 如果這協議有利於美國 當然我可以 15%不課 問題是 協議簽不簽得下去 都還是未定之天 再來 白宮經濟顧問 柯德洛他說了 關稅仍然攤在談判桌上 現在要講15%關稅不課 恐怕都還說太早了 所以川普投降也是沒來收 課或不課都難 至於中國大陸呢 一樣兩邊燒 我們現在看到 惠譽他們做出的 一個調查報告 他說中國大陸 前11個月的名氣債 違約居然創下了 將近5% 可以說是史上的 一個新高了 還有三成的未爆彈 這個5%的違約 是什麼概念 大家看到 這是2019 這一條 你看過去2018 2017 2016 事實上都沒有 2019這麼可怕的 一個所謂的 違約的比例 這會不會變成了 拖垮中國大陸GDP成長的 一個未爆彈呢 另外一個所謂的 景氣溫度計是什麼呢 我們看到是博弈產業 在澳門這個地方 博弈產業今年恐怕要 呈現負成長 你知道口袋有錢 才會來這個地方 鬆一下 而且另外一個指標呢 在澳門賭場 他們的最新統計 VIP的收入 居然第一次 低於一般客的收入 VIP有多少是來自於陸客 當然是極高的比例 換句話說 來自於陸客的貢獻 在賭場的收入 博弈的收入 是不是大大減少 這背後是不是代表了 中國大陸內部的經濟壓力 其實極大呢 我要請木娃哥 帶我們來看到 再過四天了 一二一五 簽或不簽 都是難題 沒有錯 貿易戰已經打了 將近兩年的時間 對全世界經濟的負面影響 已經是越來越顯見 尤其是美中兩國 如果再繼續惡鬥下去 恐怕明年全世界經濟衰退 就在邊緣了 我們來看到 中國大陸現在當然急 為什麼急 我們剛剛講說 他的經濟增速掉到 29年來的最低之外 現在物價還繼續高漲 那一方面經濟增速低 國民所得成長低 另外一方面物價再高漲 你覺得是不是 兩頭燒的一個蠟燭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中國國家統計局 最新公佈出來的全中國大陸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就一般我們講的CPI 你可以看到這個數字 在昨天公佈出來嚇死人了4.5 這溫水煮青蛙 4.5什麼概念 8年來最高 可是你看到另外一個數字 就所謂的PPI PPI是什麼 我們就是藍色線 大家看到就PPI PPI基本上是講說 這個生產者的出廠價格指數 那也就是說 我今天作為一個生產者 我希望我的出廠的 出廠的產品的價格高還低 高啊 老闆有賺錢 我薪水才能調 利潤才會高嘛 可是你可以看到 這個指數卻是一路下滑 跌到了負增長的情況 代表什麼 代表企業的利潤率越來越差 老闆沒有賺錢 我加不了薪 結果物價一直漲 對 物價還漲到4.5 另外你剛剛講到 這個名氣債的違約潮 已經開始在發生了 為什麼呢 因為一般我們來講說 這個民間企業發債 大概3到5年的債務 這個3到5年的債務 他們最高發債的高峰期 是2015年到2016年 那2015加2016加個35年 是不是2018、19年是 你往前推 剛好現在 現在是一個常債的高峰期 2015、16是發債高峰期 現在是常債高峰期 借錢簡單 還錢難 所以說你可以看到 為什麼你剛剛講說 18年跟19年 很明顯的 這個企業違約的情況 就已經開始大幅的增加了 最主要還是在 這個所謂的民營企業上面 因為民營企業其實受到 這次貿易戰的打壓 打擊很大 包括台商 你也可以看到很多都撤退了 民營企業跟銀行掉錢 也特別困難 所以說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這個名氣債的違約情況 可以講說是越來越嚴重 實際違約的數據是多少 我們是用這個億人民幣來計算 2018年是達到1,210億人民幣 嚇死人了這個數字了 今年才1到11月已經到1,214億 換言之今年1到11月已經超過2018年 所以說你看到這個實際的違約金額 非常的大 那中國大陸的名氣 總共發了多少債 現在目前還續存的債務有多少 超過1兆人民幣 是 嚇死人的一個金額 超過1兆 也就是說有十分之一踩雷了 對 十分之一踩雷 事實上 這個企業債它分不同的信用評級 我們來看一下信用評級最差的是 所謂的AA評級 這個就是所謂三個評級裡面最差的 它的違約率高達48% 不是你剛剛講的那個惠譽的4.9 如果你看評級的話 這個信用評級最差的是 買這個企業債 你買兩檔就一檔中雷 很恐怖 48就是一半都違約 這個非常嚴重 那個AA Plus也高達14% 那三個A的是2.8% 所以說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你就知道說 信用評級越差的這種企業 將來不但越借錢困難 而且它也會導致 整個資金斷裂的情況更嚴重 其中有一個實際的案例 你有聽過所謂一個龐大集團嗎 什麼龐大集團 好 這個龐大集團 它的名字就叫龐大集團 它名字就叫龐大集團 中國大陸很有名 做汽車四溪 然後做汽車連鎖經銷 就等於說是賣車子的商 這個龐大集團 你知道它一年可以賣多少車子 多少車 我先講一下 台灣去年總共新車掛牌數字 40幾萬 43萬輛 龐大集團一年它可以賣48萬輛車子 也就是說它的銷售數字 比台灣一年新車掛牌數字還多 但是這家公司在今年 應聲出現資金斷裂 然後20億人民幣的企業債 立刻違約 你看這麼大的一個集團 也就在最近嗎 就今年 這麼龐大的一個集團 所以我說它龐大集團 它債務龐大 所以說當時你借錢給它 就是人如其名 真的人如其名 它一年做700億人民幣的生意 對 就這樣爆掉了 你看到它的財務狀況 你就知道說它爆掉是其來有志 它的這個 它的資產負債比居然高達80% 一直在攀升 其實從2017這個地方開始 它就不斷地在攀升了 對 尤其是14年的時候 它是大量的這個舉債 然後擴張對不對 所以就盲目的擴張 盲目的讓自己龐大 那龐大到最後 爆了 爆了 所以說這樣子的問題 在中國大陸的企業 也是比比皆是 就是說 所以說如果貿易戰再打下去 當然就不利於這些名氣 所以當然北京 中南海有希望說 怎麼樣可以出現一些化解 都不希望繼續打下去 不然真的是兩頭燒 美國壓力也沒有比較小 當然啊 美國最大的企業 也是全世界最大的企業 這個市值最大 超過一兆美金的蘋果 那蘋果是不是 明年要進入到 所謂5G的大忘記 結果蘋果最近的股價 你看已經不漲了 為什麼在這個地方盤整 因為12月15號 主要打到的1651的關稅的項目 就是蘋果 3C啊 直接打就打蘋果了 沒有錯 就蘋果整個供應鏈 會被全部打到15%的關稅 好 那你也可以看到 關稅剩下倒數5天了 這個應該講今天是4天 分析師說 關稅對蘋果的衝擊最大 你知道為什麼嗎 如果說15%關稅 應聲加下去的話 已經統計出來了 蘋果的利潤會削減4% 它的每股盈餘會減0.5美元 0.5美元其實對蘋果來講 是影響巨大 而且它的蘋果 所有商品勢必要應聲漲價 那你想想看 這個對川普是不是有壓力 萬一蘋果打趴了 美股打趴 那他還得了 川普現在就引以為傲 就是股市 那現在我們看到 中國大陸的GDP 掉到29年來增速 美國也沒好到哪裡去 你可以看到它的GDP增速 現在已經剩下2.1了 持續在下滑 所以也就是說貿易戰 再打下去 對美國經濟也不利 更何況你看到 美國的ISM製造業指數 ISM非製造業指數 全部都是低於預期 而且持續的往下掉的狀況 所以你從領先指標也可以看到 貿易戰再打下去 對美國也是相當不利 兩敗俱傷 對 所以說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川普還有沒在的 燙的事情 不是只有貿戰 他還要連任 他已經被裴洛西搞得很火大 整死了 眾議院已經宣布說要表決彈劾 這個表決彈劾就等於說 我要把你送到參院去審判 我起訴你 這個兩大條款濫權跟妨礙調查 妨礙國會調查 最近可能這個禮拜 就有可能會進行這個表決 一旦1 2多數通過 馬上送參院 進行這個審判 那你想川普會不會急 當然急 所以他馬上就罵了 你看他罵誰 他罵這個媳婦 Aidan Shiff是誰 Aidan Shiff是美國眾議院的司法 對不起 美國眾議院的情報委員會的主席 也是 前端在調查的這個部分 沒錯 就是調查川普 這個通污門的問題 最主要的一個人 他居然說他什麼 他說他是一個貪污的政客 同時他是一個罪犯 Criminal 你一個罪犯 你憑什麼來調查我 他居然說 這個眾議院的情報委員會的主席 是個罪犯 是個貪污的政客 川普急了 他真的很急 急到口無遮攔 你從他這個推特 你就看到說 這不是只有人身攻擊 如果這個在台灣 搞不好已經掀起 軒然大波 總統去罵一個國會議員說 你是個貪污的政客 你是一個罪犯 你想看哪一個國會議員 能接受這樣的指控 所以說你就知道 川普現在也是一個急到不得了 更何況你可以看到 博彩市場 現在目前隱含 美國總統大選的概率是什麼 民主黨明年贏的機率是53% 共和黨贏的機率只有46% 被端走了 被端走了 那我請問你博彩準還是民調準 博彩準 通常地下賭盤 說了算 地下賭盤玩的是錢 我們這邊就要下一個結論 就回到我們剛剛講的 美國跟中國一連串 大家都很頭痛的問題 其實誰也沒比誰好 剛剛講說 中國大陸企業債很嚴重 美國企業債難道不嚴重嗎 美國企業債現在是10兆美金 是占GDP比重 是超過金融海嘯 你可以看到它現在企業債的情況 如果一旦這個地方叫做爆掉 還得了 所以說 再打下去 企業債萬一爆掉 美國的企業債爆掉 中國的企業債爆掉 全世界的企業一片倒 中美兩邊 我最後問你一個問題 第一階段協議 簽不簽得下去 這15% 川普刻不刻的下去 所以根據我剛才所做的 這些推演 我的結論 現在來了 我告訴大家 我認為15%關稅 在這個週末 也就是禮拜天 不會生效的 不生效 對 也就是說 不會真的刻下去 所以說大家可以 應該可以放個心 所以這個是永遠不刻 還是再給你一段 觀察期 重點來了 因為第一階段的關稅 是綁了第一階段的協議 對不對 就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12月15號的關稅 綁第一階段協議 我也告訴大家 第一階段協議 在12月15號之前 是簽不成的 但是簽不成沒有關係 川普現在要的是什麼 要是中國 你給我具體承諾 立刻給我買美國農產品 所以說 中國大陸最近 就是大量在買黃豆 大量的降低一些 農產品進口關稅 所以說雙邊已經在鋪路了 所以我認為 協議會延後簽 但是在這個12月15號的關口上 不至於搞到破局 而使得後面的協議可以延後簽 有一個比較好的結果 所以說雙邊的協議會延後簽 有一個協議會延後簽